海口是博爱北路23号的百年老宅 住住一位83岁的传奇老人 他就是海口民国八大美女之一的吴玉琴 吴玉琴的父亲吴氏是为新加坡付伤 遭在20世继20年代就下南洋谋生 当时他做的是海南土特产生意 1932年夏天已经六年没有回家的吴先生 将正当逗扣年华的吴玉琴从海口接到新加坡 让他到新加坡的南洋女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三年之后在新加坡只读了三年书的吴玉琴 接受父母对他婚姻的安排 启程回国准备嫁给海口梁家梁公子 当时的梁家在海口声名显赫 梁安记和九八行都跟这个家族有关 海口的进出口生意几乎被他们垄断 这位梁家小公子到底是何等人物 吴玉琴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得圣沙五层楼那时 得圣沙上著名的五层楼刚刚落成 进出这栋楼的人除了回乡的南洋客 还有海口富裕人家的年轻一代 一天夜晚吴玉琴到五层楼找他的好朋友玩 他的好友将他领到二楼 在长长的过道里有一位身穿西服 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青年从对面走来 他的好友说 这就是你要嫁的梁公子 由吴玉琴欣喜若狂谢天谢的 他的风流倜傥 他的心态装扮都太安和他这些天赖的想象 很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见面 吴玉琴老人还很满足 且幽默的说 我真是太幸运了 命运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位主义男子 那可是包办婚姻中少有的天作之和 姐妹们都说我们很有夫妻想 于是1935年年底 屈岁17的玉琴成为梁家新媳妇 梁家公子这个新入门的媳妇 因为美丽聪明 灵力立刻取得了上上下家的喜欢 特别是他的丈夫梁公子和他相敬如宾 他也是楚楚 以自己的丈夫为骄傲 比如丈夫喜欢打篮球 无论家里事情多忙 他都让他去打 因为他将他的那一点爱好看得很神圣 甚至很骄傲 因为在当时的海口 打篮球 是一种新时尚 算是有间接级的相指 看住丈夫穿上白色的球衣 白色的球鞋 修长健美的身躯充 满住一种浪漫气息 欲勤心中的幸福是无人知晓的 美好的日子 过得很快 1938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 这一年 他的公公 也就是梁公子的父亲 将大部分积蓄建成了一所大房子 也就是现在的博爱陆海 口是人民医院门诊部 一共三进 近2000平方米 但是建好后 正当50岁壮年的他 撒手人环 一家之主 梁公的去世 让这个正在新旺期的家族陷入困境 当中 家里的借出口生意 不知如何接下 很多重要客户流失 只留下一座偌大的新房子 和一群悲伤的人 此时 年轻的媳妇吴玉琴 接过公公一部分生意 而且还拓展经营领域 在家里办起来服装厂 一贯注重穿衣打扮的玉琴 利用自己审美优势 做起了成衣生 以自己设计 自己裁剪 尤其是童装 当时海口的童装市场正好 是各空党 没有形成一个好的品牌 玉琴决定自己将儿童服装做起来 服装生意主要是销售 为了打开销路 吴玉琴选择到越南和广州两个售卖 去越南 要冒更大风险 也更辛苦 在越南山货便宜 他可以将山货大批带回海口 继承住家里人来的进出口生意 他的童装在越南大受欢迎 尤其是海房地区 孩子们身上穿的大多是 玉琴亲手做出来的衣服 在当时的海口 别说女人 连男人也很少到那样的地方做生意 所以玉琴的美丽和能干 在那个年代令人惊现 正当玉琴逐渐成为这个大家族中的重要人物时 一场全民大灾难降临海南 一家人的幸福合影 1938年9月 海口的山空传来飞机轰鸣 海口人第一次遭遇到日军轰炸 所有的战争传闻已经变成现实的 圣沙有名的五层楼 海口资本主义最早清起的重要标志 这一次最先让日本人占领了 它曾经是海口繁荣的标志 现在制成了海口耻辱的相指 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乱的淳土的海口人 此刻面对的是世界上最 没有人性丧禁 天良的日本兵的圣沙路上 其他的商铺都挂上了日本人的旗号 整个海口上空 弥漫住日本人血腥气息 当时日本人为了达到全面控制海口商业的目的 在中山路设立了海口治安为职会 强迫一些大商户加入 玉琴说我们宁可破产 也不加入这样的汉奸会 他勇敢的行动和担迫 激励了许多同行 海口好多这样的大家族 都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 因而在几百家大商铺中 最后加入的不过二十多家 当时的海口处于这样的全民族 在南中玉琴开始消沉 但1940年第二 各孩子的出生 让他又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和希望 在人世间 石魔才是最重要的 玉琴第一次这么认 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年代经过积带积类的财富说丧尸就丧尸 多少有钱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 但是家人间的相互牵挂 于新人的心心相印 这些才是永恒而不可被外物替代的 想明白的玉琴在非常时期 决定不让孩子到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念书 自己在家里承担起对孩子的教育 她是一位新派儿子会的母亲 一个好母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无法言说的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玉琴的几个孩子都没 又能够参加高考 看到孩子们叨叨被拒绝的命运 作为母亲的玉琴 除了与孩子一起接受不公 还要鼓励孩子无论如何 不能放弃对文化的学习和人生的追求 世界总是在变化 他们的勤勉和努力终获回报 后来老大成为海南省机械设备公司的总工程师 老二老三也分别是高级技术员 唯一的女儿也是海南一所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 梁家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大家族 他的后代也依然保持住一种与生俱来的修养和风度 岁月流转 时光匆匆 2009年 这位民国时期海口最后 一位宁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他曾经居住过的百年老宅 离老树爬上了墙 一株绿的有些脆弱的绿 罗年年碎碎扒住心芽 一切汗起来都那么宁静 放复在无言 诉说住尊润 他与梁家公子充满传奇的爱情 和他对人世间蕴含的那一份热情 感谢观看